大新闻呐 诺贝尔委员会今天颁发了第一届诺贝尔数学奖 什么你不信 就在刚才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颁给了Hopfield和Hinton 以表彰他们发明了神经网络机器学习 他们是AI诞生的基础 造福了千家万户 我就问你这和物理有什么关系 这不纯纯计算机吗 诺贾尔委员会是不是偷偷重仓了 谷歌和英伟达呀 前两天 很多人还让AI预测一下 今年获诺奖的是谁 结果获奖的是AI 我刚刚就去问了AI 那你如何评价Hopfield和Hinton得奖呢 AI表示 我觉得这奖班完最开心的是学化学的 以后看谁还敢笑诺贝尔化学奖师李宗奖 你这物理奖都跳出李宗给到主科去了 获奖者Hinton听说消息时 自己都比较惊讶 毕竟神经网络乍一听 他确实不务力 我觉得呢 他发着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很合理 毕竟神经网络本来就是模拟生物的神经网络 给个文学奖也很合理 大家现在日常的文学创作主要都靠大模型啦 当然 他得的诺贝尔和平奖最合理 毕竟神经网络诞生了AI 要说这事还是贯诺贝尔 当了年你怎么就没有想到设立个计算机方面的奖项呢 老子又没见过计算机 那诺江委员会是怎么圆的呢 官网上表示 Topview在1980年代创作了第一个网络 是把不同的节点标成黑和白 然后去寻找这个体系的最低的能量 Pinton再在这个基础上发明了波尔兹曼基 短短一句话就用到了自旋系统的一星模型 和最小作用量原理 原理很物理 神经网络在寻找锡格斯粒子和测量黑洞碰撞的引力波时 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应用也很物理 最后 Topview的爸爸妈妈都是物理学家 Hinton当年也是本科从物理系转系走的 血同一言很物理 所以他就是物理 时代在发展 科学的边界也在扩张 诺教也需要吸纳全新的学术领域来保持自身的先进 仅十年前 Topview和Hinton从物理方程中得到灵感 提出了神经网络 而现在 神经网络又反补到了科学的几乎每个领域 就问屏幕前的同学们 你们有多少人的研究课题 是AI和传统科学的交叉呢? 最后 今天是考研报名开始的日子 诺教委员会赶在这之前开讲 就是劝你赶紧转码去考408 他们的苦心 你get到了吗?